1862年法国军队再次开进墨西哥 把澳大利亚大国马克西米连退上了墨西哥王位 直到1866年法国军队在欧洲被击败 再撤住 随着英美等殖民地的入侵 拉丁美洲经济日益被纳入世界殖民体系之中 逐渐成为欧洲里强击美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拉丁美洲向国外运输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迅速增加 15年至1820年智利与英国之间的商品贸易 只有两三艘船 但1847年智利出口的商品 出口英国需300多艘船 1825至1850年 博弈诺斯出口的原料价值 反了三倍 1830至1831年财年 威尼利拉公出口6万袋咖啡 3万袋可可 1500头牛 4万张皮革 17至18财年 增加20万袋咖啡